開發的最高境界,我可以這樣講嗎? 喔,沒有啦 還沒有到最高境界,光明品的境界 不好意思,我們接下來就針對最後一場的部分來講 進行課程開始 我們今天是針對Continue Deliver的項目 我們來針對開發 Deliver 可以去做自動化的一些動作 之前在9月的時候,Tech Day也有針對這個議題 當時講的是Continue的Integration 也就是說,教你怎麼在團隊裡面的時候 可以自動讓你把版本管控裡面的程式 把它拿出來自動去做Compiler 然後去做自動化驗證的動作 Continue Deliver這個項目的話 其實是針對於說 我不是單純的只有做Compiler的動作 還包含到測試 像上一場林鄭老師在講的 你要做單元測試 你要做Wave的測試 你如何可以讓這個自動化測試的部分 可以跟你的自動化建設的部分 可以把它綁在一起 那這個部分是一連貫的一些議題 那如果說沒有測試 那你可不可以用這樣的功能?可以 那很單純的 它就只是做Continue Integration的一些動作 確實的幫你把你指定的版本把它拿出來 Compiler 確定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產生Report 我們今天針對這樣的一個項目 來處理一些內容 所以我們今天在做這個 今天的大綱之後 主要會有三個項目 就是說 第一個 為什麼我們要用這樣子的一個方法跟工具 來去做自動化建設的一些處理 像以前你們自己去做開發的話 不外乎就是 自己的程式嗎?寫完了 Compiler 我們就拿 我們就把裡面並檔的所有東西 把它Copy下來 放到我們的那個測試環境 這樣就可以了 它一樣也是一個持續Deliver的動作 但是它並不自動化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們的團隊是很多個人 比如說三四個人 然後同時再去做這個你的產品的開發 然後呢 你又去做了 你又去做分類的動作 比如說我們有這個 我是負責做這個 核心的Compiler的元件 然後呢 這個Dan 是負責做這個界面開發的部分 那 勢必就會有遇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用到 我所寫的這個核心的元件的版本 是不是能符合你現在用的版本 那比如說我現在改了之後 它代表說我每一個專案是不是都要跟著改 那你們就要考慮到 你的這個板控的目錄要怎麼放 怎麼去做規劃一些動作 然後呢 你在去做整合的時候 你用到的這個DL元件的版本 是不是一致的 我們就要從這個的角度裡面 來去做說明 那 最擔心的就是說 我們在團隊裡面用到的這個 引用Kernel的一些核心的版本的時候 你用錯版本 或者是說你被強迫升級 那被強迫升級 就代表說你的程式嘛 有相關的這個功能你要去做測試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一些地方 那我們會希望說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部分呢 這個訪行應器社會的這個 TeamView 可以來解決這樣子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在這個做這個Deliver的時候的話呢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說你們Deliver的這個時間 平均大概都多 大概都多久 一個小時 一天 還是要兩三天 那根據一般之前的一些經驗來看的話呢 就是說 如果你的程式碼你有去做分層 然後你有讓各個不同的通人去開發各個不同的模組 然後你要去做會整的動作 那這個這個的過程的話呢 你再怎麼樣的算 至少最短最短也要半天以上的時間 大家把這個程式碼拿來 然後你要去確認是不是正確的版本 然後去做Compiler 然後再把它放到測試環境裡面 光這個動作 maybe就要花到你半天以上的時間 這是一個 那我們這個的話呢 是一樣的 我們從那個剛剛那邊有拿到一些資料數據 在去年的這個所有的資料裡面 超過一天以上的 然後低於七天以下的 其實是在裡面最大宗的 只要超過一天以上的 都是算在中間這個樣子的一個範圍裡面 那 如果說你們有聽過一些 那個我們在業界上面 我就有看過 因為版本管控規劃的不健全 就是說它沒有規劃的很完整 它沒有辦法從版本管控裡面取得這些版本 拿下來就直接Compiler 它沒有 它當時在做版控的時候 是沒有考量到這個機制的 所以呢 它就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把程式碼一個一個piece download下來 在你的本機裡面 然後再來去做Compiler 那 很大的一間公司 非常大 那你們在去逛那個網站的時候 一定都會逛得到 一定都會逛得到的一個網站 那 他們在做這個項目的時候的話 其實光做彙整 Compiler一個可以動的版本 就花了兩三天的時間 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原因都是歸咎於在說 你的這個基礎的這個版本管控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做好 那我們 如果說各位這個朋友 對於這個Continue Deliver有興趣的話 順便上這一本書應該是有電子書 你們可以去參考一下 他有把一些今天講的一些這個 概念的部分 都有在這個裡面去做說明 最主要呢 就是我剛剛特別提到的 你Deliver這個的項目呢 是可以動的版本 前面要跟各位講一下 不是你Compiler過了就好了 是你Compiler完了之後的話 這個東西是要經過 RD Team團隊的一些基本功能的驗證 驗證完了之後呢 你這些項目再來去做Deliver的動作 可以讓你的測試團隊 根據你這份Deliver的內容呢 去做那個商業邏輯的一些驗證的動作 然後呢 根據下一個interaction的時候 再根據上一個那個 找到的bug 商業邏輯的一些問題 再來去做一些回復 做修正 然後再來去做Deliver 所以它是持續的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那如果說像今天早上第一場的時候 其實也有特別提到 各位可以 那個像以前我們傳統在開發的時候 那個 這個我們早期都會說 我們所有的程式碼應該都要先完整的規劃好 然後呢去做好開發 最後才來去做測試 就是Waterflow的一個方式 那 為期半年的一個 第一個 像我們當初在開發第一個版本的時候 就花了半年的時間 然後才產生出一個可以動的版本 這個時候的話呢 其實就會發現到 這個 它的生命週期其實是很長的 而且呢你得到的這個價值呢 是很低的 就 所以所謂的價值有分很多狀 一個就是說 操作回饋的價值 符合這個商業邏輯的部分 有沒有符合需求 或者是說呢 你這個品質的quality 你如何去做feedback 只要你的東西沒有deliver出來 這三個東西你一日都拿不到 你會相信說你的程式碼 沒有經過驗證的時候 你會說這個東西是很ok的嗎 大部分是不敢這樣子講的 那 所以呢我們在做這樣子的一個評估的時候的話呢 我們會希望說 這個當你的程式碼 再去做一個開發的時候 你一開始呢 你會很清楚的知道說 你要做哪一些的功能 你要做哪一些的項目 然後呢 你會在你自己的項目裡面 去做驗證的處理 但是呢 等到你的時間增加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加薪的功能壞逼 要不然的話呢 就是你在做開發的時候的話 你完全不曉得說 這個表單跟另外一個表單 他去做銜接的時候 是怎麼做的 你有很多商業邏輯的一些項目 你根本沒辦法去控制 所以很容易呢 你會 你做一做的時候 你就會卡住 你完全不曉得說問題是在哪裡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希望說 這些傳統的方式呢 之所以 會有爭議的點 就是在於說 你沒有得到 feedback 的一些動作 所以呢 我們會希望說 就像早上講的 你為什麼要把工作切割開來 每半年一次 半年一次的這個開發週期 把它縮短了一個月 或者是半個月一次 最主要就是說 第一個 確保你要做的工作的項目 你每一個 比如說你這兩個禮拜 你要做哪些內容 你要 deliver哪些的項目出來 給你的相關的人員去做確認 為了是什麼 就是為了就是要確保你的風險會降低 我們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這個早上有特別說明 重點的目的就是 要可以驗證的一個版本出來 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說 當你的這個 切了這個各種不同的交易之後的話 比如說我第一個階段 各位看到 我做的比較少 然後呢進測試 然後呢 當我第二個 當我第二個階段呢 我就把第一個階段的問題 bug 然後跟第一個階段 有做錯的一些項目 重新再做調整 然後再做第二個階段的開發 一樣的 一一直這樣子去做管復的時候的話呢 我在團隊 這個帶了兩三個團隊 用這樣的模式改善 其實你可以解決的工作項目的量 跟值 會提升非常非常的多 這個部分的話 並不是說 我用理論的方式跟大家講說 這個你只要這樣子打 然後這個就會比他好 完全都只上台幣 沒有 這個都是我有做過實際的 專案的導入的驗證 這個是可行的 為什麼會這麼講呢 是因為 我以前把所有的這個 傳統的工作項目 那個累積起來 原本沒有去做 這個紀錄的方式的話 大概是 平均是 每一個工作 每一個禮拜的工作的消化量是 看看 大概是150個 就是150個需求單 可以在一個禮拜一天把它消化完 但是呢 等到我們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的時候 花同樣的時間 我們可以在這個比較長的東西 因為各位提問到 當你開發到越長的時候的話 很多的需求你是沒辦法做的 等到你做專案的中期跟末期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改bug 要不然就是去做這個需求的異動 很多人根本不曉得說 我做這個改變是怎麼樣的情況 而且呢 我們在中末期的時候 如果你的user跟你反應 你做這個需求做錯的話 你是不是要等於重現 你相關的功能 就要整個相關的都要改 所以呢 我們把這樣子的一些風險 往前挪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讓相關的同仁去做確認 用這樣子的方式 把那個風險把它降低 那好處就是說 你重做的次數跟項目 會少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是我們根據這裡面的內容的時候 我可以 當我deliver到第三次跟第四次的時候 我得到的bug的數量相對也會比較少 我不會說等到我最後一個月的時候 我上線這個版本 我還有200個bug 在我的這個product上面 那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面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就是說 我可以在每一個階段 都有四個版本來講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當我得到這樣子的一個information的時候的話 跟傳統的方式來去做比較 你們覺得 同樣 比如說過了半年之後 我有四個版本出來 跟過了半年之後一個版本出來 你們覺得哪一個的做法 比較有品質 四次 四次的部分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們的平衡點是什麼 通常應該就是說 這個 你可能是花一個月的時間去做測試 然後呢 可是這邊的時候 你的測試的結果 你已經有四次的測試結果 你的測試的密度的部分的話 其實會高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呢 最主要就是 可以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你用了這個 Squang的這樣子的一個開發流程 你在每一個階段去做切割的時候 那我們要做到的目的就是說 我可以在同一個時間之內 得到比較多次的deliver的版本 可以讓你的團隊有比較多次的測試 讓你的user有比較多次的這個項目 可以去做驗證 那 可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各位想看 當你的次數變多的時候 大家的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的工作量增加有沒有 這個是不可諱言的事情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做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項目導入的時候 很多的這個同仁 一開始其實是會反彈的 因為你deliver的次數越多 大家就覺得說 我這就是增加我的勾裝 我為什麼不 我一次把我的所有的工作 全部都做完了 那我再來做deliver 但是問題是 這並不能解決 需求面跟操作面的問題 就像我早上特別提到的 user對於自己的需求 其實他不見得這麼的了解 他對於他的業務非常的了解 可是對於系統面的操作 他不見得這麼的熟悉 那這個就是我們需要帶領我們的user 去做那個處理的 所以說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 最主要就是 第一個 你要得到客戶的價值 你要確認一下 它的商業價值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完成的 你要讓這個相關的人 確定你這個項目的這個進度 而且呢 我們最希望避免就是說 這個是真實的案例 就是台北市政府那邊 他們去做外包的動作 那當時是這個樣子 他們做了外包之後的話 他們為了避免有狀案 這個系統交付有delay的問題 所以呢 就是請第三方的consultant 當PEAN 然後去做狀案的管理 那在他們就是用比較傳統的一個方式去做開發跟交付 然後他們那個客戶呢 就是政府單位的同仁呢 就是問這個PEAN說 你這個開發的進度如何啊 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 離著這個專案的這個deliver的時間越近 他們這個報的這個分數就越高 然後都上興前一個月了 然後他們就報百分之九十 結果呢 遇到很多的 就是那個時候在做系統操作有遇到一些問題 然後他們就回饋給那個PEAN 後來呢PEAN就針對這個項目 跟他說這個的專案進度完全delay 然後呢 整個的那個週期呢 需要延浪在那個延浪半年以上 結果後來就告上法院了 那可是呢 這個部分的話其實就想看喔 書面的資訊你做再怎麼的完整 都比不上你真正的產出 所以真正的產出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並不會說 我介紹這個開發流程給各位 然後你們要做一堆的文件 如果只是為了做文件的話呢 那我覺得就沒有必要了啦 然後我們還不如專心的在城市的開發上面 那還比較實際一點 但是呢 你做文件這個部分的話 你需不需要入系統 有 你沒有入系統的話呢 那個文件等於白做 所以我們希望說透過這個部分 讓各位可以知道一下喔 這三個東西都是需要 做納管的 如果你沒有管理 你以後就沒辦法去做追蹤 這個客戶價值跟使用者經驗 全部都會在你的需求的這個單子上面 裡面要去做紀錄跟稱讚 或者是說你會有那個 低費 checking的表單 你可以在裡面做 那麼包含到八個單 你都會在訪斷運設裡面 統一的去做建立 城市人員所做的任何的一個修改 你都要對應到這三件事情上 沒有一個是例外的 那個不管是外包還是說自行開發 你所有的城市修改的異動 你會平白無故就清清爽 然後就幫他改好一個嗎 絕對不是 你一定是根據某一個的問題 去做修改的 學校有在場的就是 同樣就是你們自己在開發的時候 是你們覺得自己 就是某一個功能 你們自己覺得特別喜歡 然後就自己去寫嗎 跟原本的需求 一點關係都沒有 非常非常的少 有啦 這還是有 那麼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希望說 當我們的團隊 要進測試的時候的話 其實大家就會很緊張 我們在當下的時候 要把所有的工作 全部都停下來 專門去做deliver的動作 所以呢 我們會希望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現在如果去做deliver的話 要做的這個項目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 仿靜音server的建置內容 透過這個建置的組件 可以讓你去做自動化的建置 也就是說你的這個系統 只要deliver完成了之後 就是開發完成 全部都check in到server上了 那我們就可以注列新的組件 然後呢 去決定說 我現在先用手動的方式去做建置 然後去決定你的是哪一個的版本 然後去做注列 它就可以幫助你去決定說 這些的程式碼要去做自動化的compiler 跟自動化的測試 如果你有寫單元測試 那他就會根據這裡面的單元測試的項目 去做驗證的動作 而且呢 這裡面所有建置的那個資料 全部都會進report 也就是說 建置的過程 你不用自己再去寫文件 這個對童人來講的話 其實是才比較有幫助的一些地方 在網上 那他再跑 那我們稍微待會的時候來看一下 好 那 這個是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是 那個 因為 早上我稍微問到一下 就說你們都是自己寫自己測 對不對 那如果說呢 有專屬的測試團隊的話呢 你就可以 把這個東西compile的時候呢 給測試的同仁 即使你的團隊只有一個人也好 你就給他去做測試 這時候你就可以繼續再開發下一個版本 或者是去做Bug的修改 那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當你把這個程式碼 deliver放到你的測試環境的時候 你有沒有遇過 你部署上去不到10分鐘就被推薦的情況 各位有發生過嗎 好 這個情況的話呢 代表說 上一場 林江老師在講這個自動化測試的時候 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你如何 把這個deliver這個項目裡面呢 可以不要讓它推薦 一 推薦的理由通常都是 之前改好的功能被改壞掉了 那二話不說通常在當下就會被推薦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你新寫的這個功能呢 根本按不下去 就按一按然後就掛掉 根本沒辦法走到後面 你要測試同仁怎麼測 這根本沒辦法走下去 所以說呢 我們會希望說 在可以交付版本的這個過程之前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基本的操作流程 跟基本的這個 既有的這個功能的測試項目 全部都把它測完 然後呢 再把它deliver給我們的測試團隊去做測試 不然的話呢 這只是浪費大家的時間而已 並不是說只有浪費對方的時間 是浪費你的時間 因為呢 你十分鐘被推薦了嘛 那你下次改完的時候 你還要再deliver 你說 花費大部分的時間 在這個地方上 那 為什麼會這麼講 是因為以前我們有太多的同仁都是這樣子 就是寫完的時候 公開的改一個地方 OK 我們就上去 然後呢 按每兩下有問題 然後再重新再來一遍 光搞這個動作 他就搞了半天隱章 就非常的辛苦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希望說 在ALM的一個這個環節裡面的時候的話呢 Walk Hiten跟release的項目呢 是密不可分的 就好我剛剛跟特別講到 你修改了任何的一個項目 他絕對 跟你的這個需求單 工作單跟BUG單是關聯的 然後呢 我們要去做到自動化 這個測試的部分 而且呢 最主要是要有Transibility的一些內容 那我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這裡面的一些report 他做完了 好 我們就會在這個report裡面的時候呢 第一個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report是哪一個的系統 什麼時間點 監製了幾次 今天是12月21日 監製了一次 然後呢 這個的 這個的走的話 代表說我之前 有7 有123456 有6次的監製 那這次的監製 花費的時間是多少 你都會有一個比例 而且呢 你會知道說 這裡面有像 那個 那個剛剛的時候 那女教授老師會說 你們要去做程式碼分析啊 架構啊 單元測試啊 這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程式碼的這個 靜態分析的部分 只要你的sauce code呢 你有把那個靜態分析打勾 你就可以針對於程式碼 只要有seed code injection的部分 他就會幫你全部都把它找出來 在compiler的階段 去一下 在場的同仁 有用Foundation Server的 可以讓我知道一下嗎 有 那其他的是VSS或者Surversion嗎 好 OK 如果你們用VSS跟Surversion的話呢 你們可以 試看看 就是說 你的程式碼 如果故意寫成不能卡拍了的話 你可不可以check in 絕對沒問題 你可以很容易的就check in進去 好 那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 你放在Server上的版本 你是不是會想要 想要確保就是說 你這裡面的版本 是穩定的版本 是可以compiler的版本 那 在接下來的話 你就會再要求就是說 這裡面的版本呢 最好不要有這種什麼seed code 你就選擇問題 好 通常大家都會怎麼做 道德勸說的方式有沒有 就是我跟大家講 你的程式碼不要這樣子寫 然後呢 你放進去的時候 你一定要大家都要去做review 各位可以 那個字解答心可以問一下 每一次你都會check in的時候 你都會去做review嗎 cooreview嗎 能落實到這樣子的團隊真的很少 那以前呢 我為了避免這樣子的問題 大家在check in之前的時候 我一定都要看過 沒有 就是你check in這個部分 如果說沒有讓我看過的話呢 我就一律不認列 不認列工作的項目這樣 所以說我每天在看report的時候 我一定會去看說 你今天check in的內容之後 我要進去裡面看 看這裡面sauce code 我摸這些的問題 光做這件事情我今天就沒了 那剩下就是加班 這樣子 大家就知道這個 中間有多麼的辛苦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是當你有得到這些資訊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第二個項目 就是說 你會有 譬如說 當你有去做check in的時候 當你check in的內容 你有跟工作單去做link 而在VSS跟subversion裡面 是沒有這個項目的 subversion的話呢 你們有用bucktracking的話 你們就會在subversion裡面的那個註解 特別寫那個bucktracking的版號 可是那個只有bucktracking 他並沒有工作項目跟需求單的部分 這個你們沒有辦法做 VSS的話呢 是完全沒有 那如果用訪問應 server的話呢 就是當你在check in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我現在這個版本呢 是有哪幾個change set 有去做修改的 我就會在這個地方看得到 各位看到 在這個地方 我做了三次的修改 然後呢 是誰修改的 做了哪些項目 那各位看到 這個時候註解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絕對不要只寫一個名字 有沒有 framar 我哪知道你在改的是什麼東西 那如果你沒有寫的話 就空白 所以 我們都會要求我們團隊的同仁 你一定要去寫註解 為什麼要寫 然後呢 你的這個觀念的內容是什麼 我就會在這個地方裡面去做 然後呢 這個下面的部分的話 有工作項目 143 145 到183 有五張的工作單 我就會知道說 這五張的工作單 跟這三個change set 是link在一起的 那我們日後呢 我們再去做 報表的deliver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很明確的 跟我們的測試的同仁講說 這五張的工作單 相依性的所有的測試項目 你都要測過一遍 比較容易可以去做規劃跟管理 如果是以前的話呢 這個 我陳世瑪 砍拍了一個版本之後 我都要跟我的同仁 就跟我的測試同仁講說 你們現在做這個測試的時候 你要測哪一些的模組 你要一個一個跟他講 不然他怎麼知道要測哪一些的範圍 這是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是當你有去做工作單的時候的話 我們在早上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說你的工作單 你要去做WBS嗎 WBS那個前身的話 就是你要做product backlog product backlog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會有link的關係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這個的工作單 是跟哪一個的需求單 是做關聯的 當你有做這個關聯的時候的話呢 你就會知道說 你有哪一些的測試案例 是跟著這個需求的項目去做link的 你就可以從這個的清單裡面倒推回去 如果你沒有這個清單的話呢 就是人工獎 就是說 我programmer自己跟這個團隊講說 哪些模組關聯的部分要測 各位想想看 這樣子的方式有沒有風險 有時候你會不會漏獎 會 以前呢我就是用人工的方式 我就是一個一個獎 然後呢 就不小心漏獎 然後就某一塊就沒有測到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自己在做測試的話 你會怎麼測 你是不是只會測有修改過的扣 沒有改過扣 你會去測它嗎 不會對不對 可是呢 你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一個齁 第二個就是說你會測有相應性的 可是呢 有一些的相應性 你可能沒有注意到 你可能就不會去測它 就測的會不完整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時候的話呢 只要同仁做完這個的report之後 我就可以直接在我的這個的清單裡面 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這個 TeamView的這個項目裡面 就會有最新的測試的清單裡面 各位看到 這裡面的版本 全部都會幫你把它留下來 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是以前 沒有用法律應SERVER的 TeamView 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都是怎麼做 人工做有沒有 Compile完的版本 然後就放到某一個LFTP的SERVER上面 然後呢 我們就是按照年約日的方式來去做區分 這邊的部分都一樣 只不過說 放上去的這個過程 全部都是自動化 而且是經過驗證的 那如果說 這個報表在做驗證的時候 然後就是當你們這個的建制的腳本 如果是錯的話呢 他會主動的去做通知 這個部分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好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讓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我們的團隊有沒有固定交付系統的時間 那你有沒有去做自動化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當你有做了這件事情的時候的話 我們PEM跟我們這個開發團隊的同仁 比較容易跟測試團隊的同仁去做協調的動作 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好 那在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會希望 那個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在去做開發上的時候 會常常會有遇到這樣的現象 學校現在的團隊同仁 有超過兩個影像 在每天同一個系統 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下嗎 兩個 有齁 這是我們常見的問題 你們在去做開發上的時候的話呢 各位你們可能會為了避免這個同一個版本 重複修改的問題 所以呢 你們就會把Malty Checkout的功能把它lock住 不讓它去做修改 那但是問題是呢 有些時候 你可能會需要做一些抽單的動作啦 比如說 開發ABC的功能 然後呢 這開發ABC的功能的週期都不一樣 當我的程式碼 開發到這個A的時候的話呢 開發完了做測試 然後我就會進版控 然後呢 我就會進這個 團隊測試的項目 然後呢 這個C的這個 團隊的開發同仁呢 我也會在這個時候 把這個版本程式碼 把它Check in到Serve上 然後我們測試團隊的同仁呢 再根據功能C的部分 我們再來去做第二次的測試 這個時候的話呢 其實就會面臨到幾個問題 一個 C有沒有把A改壞掉 好 這是一個 第二個 A的這個功能呢 如果說 他在做測試的時候 他還沒有測完 C就已經進來了 那我們就會把這兩個 把它包在一起 去 去做整合性的測試 這個時候如果A有問題的話 我如何把它推薦 只讓C出去 這個是 我們在去做團隊開發之後 會常常遇到的一個現象 好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面的話呢 其實都是需要有一個 割之區的項目 就是說 我在做ABC的功能的時候 我都可以把這個 程式碼放到 割之區裡面 以後呢 如果你要去做抽單的時候 你比較容易可以去做抽單的動作 如果我想要把A抽掉 我就把割之區的B跟C把它拿出來 再做第二次的check in跟整合 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可是呢 各位的團隊在開發的時候 如果沒有特別要求 這樣子的一個開發流程的話 其實你就沒辦法做 單一的branch的 這個抽單的動作 這個部分的話 各位以後 你們在做反控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的 那 最最嚴重的這個情況的話呢 其實 我們最擔心的是 只有程式碼 把這個你的程式碼 把它改壞掉有沒有 好 這是我們團隊裡面 常常會發生的一個現象 這樣 如果有效果的話 就代表說團隊裡面有發生過 類似的問題 那這個情況的話呢 其實一而再再而三的都會發生 尤其是你在去做這個功能 這個做慢舉的動作的時候 這個情況會很多 那 你把自己的程式碼改壞掉比較難 可是呢 你把別人的程式碼改壞掉呢 比較容易 所以呢 我們會希望說 透過單元測試的方式呢 然後跟這個自動化監製的方式 把這個問題提早提現出來 所以 為什麼要特別去寫單元測試 就是要避免這個問題發生 不要等到上了production 上了測試環境的時候 才來發現這個問題 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 程式碼分析涵概率的部分 只要去做自動化測試的項目 這裡面全部都會在這個報告裡面 可以出得來 好 然後呢 對齁 這裡面的資源的測試項目 不是只有 那個單純的單元測試而已 還包含到 Wave的test的部分 也都可以做 也就是說 如果你們的團隊 沒有寫單元測試 然後 可是你有寫 Wave測試的話 這個是可以 納入到 那個自動化監製的 這個環境裡面的 你不用擔心說 這個我的團隊 因為沒有寫單元測試 所以這個部分 完全沒辦法做 一樣可以去做驗證 這個動作的話 就是整合性的測試 不是單元的部分 所以這個 這個想要跟各位先說明一下 會有哪些的項目 這我們剛剛都有Demo給各位看了 我在去做自動化建制的時候的話 我可以立即的知道 所有工作單 有哪一些的項目 是跟這次是有關聯的 這裡面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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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內容 有哪幾個 就是 84跟86 我這裡面的話 都有這裡面的內容 這個處理 那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說我們團隊 再去做這個建制規劃的時候的話 也支援 跨團隊的部分 譬如說 如果你們的團隊 有北中南 或者說在大陸團隊也有的話 自動化建制跟這個環境社會的部分 也都有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社會 統一的放到台灣的這個總公司裡面 然後呢 台灣有台灣自己的 TeamView 那 如果是美國的團隊的話呢 可以透過這個 訪電器社會的Parsing 去連到這個訪電器社裡面 然後呢 它也可以有自己的這個 TeamView的社會 這個部分的話是沒有問題的 不用擔心說 我是不是都只能在 這個 這個 美國團隊這邊 自己建一份 這個是不需要的 你可以用同樣的一個社會 來完成同樣的事情 那我們在這裡面的話呢 其實很快速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 呃 這裡面的話呢 提供建制的內容 會有幾個項目 我們如何去做到這樣子的一個效果呢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在這個 每一個的專案的項目類型裡面的時候 在做建制的這個項目 可以去做新增建制的定義 根據這裡面新增建制的定義 我就可以去決定說 我要做哪一些的這個觸發 這裡面會有各種不同的路 我剛剛demo就是手動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程式嘛 不管checking多少次 我都不會進行那個自動化觸發的這個動作 都是用人工的方式 那如果說是第二個的話呢 這個第二個的話指的就是 就是我們平常在這個教科書上面所看到的 continued integration 就是指的就是這一個 確保大家在引用開發的這個版本 用到的DEL元件都是一致的內容 而不會用錯 好 那麼 呃 在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說我們會有一個get check in 就是砸到潛入的動作 呃 在這個如果說你們有你們看一下這個的機制的話 你們就會發現到齁 你要做自動化監製的第一個要 第一個要件就是說 你的程式碼必須得放到板控 它才能再從板控裡面 再把它拿出來去做攪拍的動作 那問題來了 並不是每一個的branch 比如說你有開發環境的branch 你有這個整合環境的branch 那你並不是希望說每一個環境的branch 如果你測試有問題的話 你不希望有這個的changeset出現 所以呢 這個的 找到潛入的話就是說 只要你的這個changeset呢 只要你的這個這一次的建制呢 在測試的時候沒有通過的話 它全部都會undu 也就是說它不會有新的changeset 在這個版本裡面 當你的程式碼只要check in的時候 server上面會幫你compiler compiler有問題 它就會undu掉 也就是說server就不會任列你 你這次的changeset的內容 所以這邊的話是用這樣的項目來做的 那麼如果說你們的團隊的這個 開發的這個頻率是很高的 我打個比方 比如說這個的話就是daily view 我們有團隊呢 有一些的這個這個教科書籍裡面 跟測試的一些那個總部開發的團隊 有一些的團隊就是用那個daily view的方式 他每一天呢都強制你要去做check in的動作 不管你的程式碼沒有寫對 那如果你的程式碼寫錯的話呢 他就會在每一天的某一個時間點 然後去做view 然後只要check in進去有錯的那個人 他就會要maintain這個東西 這測試的這個總部是用這個方式來做的 比較捏到一點 所以說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我會比較建議就是說 用連續整合跟這個達到前路 對於各位來講的話 你的loading是不會這麼大的 如果以台灣團隊來講的話 我就會比較建議這兩種 然後呢我們在這個做板門管控裡面的時候 這裡面的板孔的這個這個路徑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面去做定義 然後呢去決定說我要放到某一個的這個 server的這個路徑底下 我們就可以去指定某一個的這個這個 入境的項目 好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就已經全部都做完了 好我們就可以去產生新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建制教本 然後去去做建制 可是呢這裡面的話 有幾個比較關鍵性的部分 你要有一些前置的作業準備 你要去做確認 第一個你要先確保就是說 你的板門管控的那個for的底下 取得下一個最新版本 你能不能正確的砍拍了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不能砍拍的話呢 自動化建制你再怎麼做都會做不起來 這個部分的話要先跟大家講一下要做確認 那第二個的話呢是你們這裡面的所有的板孔 我們稍微看一下 請問一下你們的這個 專案的部分的話 你們會把solution檔跟project檔 放到板門管控裡面嗎 有的有的沒有 在這裡的話呢 要跟各位確實的跟大家講 講一下 就是說你這裡面的板孔的話呢 一定要把你的solution檔放進來 你沒有solution檔的話呢 是不能做自動化建制的 為什麼 因為呢 你的那個建制的這個順序 如果你有很多的那個 那個原件跟模組的話 你怎麼知道他 建制的順序的相應性是為何 他就是透過這個solution檔 來去做管理的 那他怎麼知道說 你要run哪一些的 自動化測試的那個項目 他也是透過這個solution檔 所以沒有這個solution檔的話呢 你根本沒辦法做 然後還有 如果你們的團隊 這個有java的團隊 然後也想要用這個部分的話呢 因為java沒有solution檔的這個概念 他只有bifold的 那他們怎麼做呢 就是透過ent檔來做 那我們在這個dnet的這個 團隊裡面的話呢 就比較輕鬆一點 你的所有東西 你只要solution檔 他就可以幫你把這個環境 把它建置起來 那麼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之前就有在一個 外包的一個團隊裡面有看過 他們交付給客戶的product裡面 只有source code 沒有project檔 各位想想看這代表什麼 source code我給你了 很可怕對吧 好 我們就不要再揭露下去了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建議的這個目錄的這個規劃 一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地方裡面 我們會有開發環境的這個程式嘛 我們會有整個環境的這個brange 那我們在source code裡面的規劃的時候 我們就當然包含到 這個source code底下 包含到AP 資料庫 跟你引用的元件 這裡面引用的元件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 有一些的團隊 我有看過有些團隊的這個引用的元件 他把自己所有 kernel的元件 全部都放到那個reference的那個folder底下 可是呢 他不是放到這個底下 他是放到一個共用的folder底下 就是說 任何的一個專案都是去開那個公用的資料夾 然後呢 直接去做reference動作 各位請千萬記住 盡量不要這麼做 因為當你這麼做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到 你這個核心的元件只要一檔 你其他相應系的那些元件那個專案啊 比如說你有十個用到這個conformer好了 你是不是這十個系統是不是都要做規驗證 可是呢 你絕對沒有那麼多的美國時間 一個一個系統去做 你一定是針對於這個系統現在要上的 你才針對這個系統去做這個的搭配 那第二個 如果你的conformer元件你有做改版的話 你的相關程式碼是不是也要強迫做升級 所以呢你絕對不會這麼做 所以我也不建議你把那個 那個引用的模組呢把它搬到公用的那個folder裡面來 讓所有的團隊去做適用 如果你要的話呢 就自己去保持自己的引用的元件 確保你不會用錯版本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確保你不會用錯版本的一些內容 好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說 你的 document 的文件的話呢 因為剛剛有那個朋友是有用訪定應 server的 訪定應 server的那個文件 這個文件庫啊 因為有一些的團隊的deliver是有包含文件 那這裡的這個文件呢 他不是讓你去放什麼 架構文件啊需求規格文件啊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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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的部分 全部都不要放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放在這裡的話呢 第一個你沒有辦法去做版本管控 第二個的話呢 你沒有辦法去針對於這個相關的同能 去設定一些對內跟對外的一些權限 第三個的話呢 是你沒有辦法跟你的產出去做link的動作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並不需要說 你把這個裡面的文件呢 是放你的系統的產出文件 那這裡面的文件要放哪些呢 比如說開發的這個 程式碼撰寫風格的規範啊 那總可以放在這裡 這個沒有 跟程式的deliver 無關緊要的項目 你就放在這個地方 這是ok的齁 那為什麼會這麼講 是因為呢 日後呢 你這裡面的document內容呢 跟soulscoe是一起的這個觀念 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去建立你的baseline 我就可以 比如說我11.0的版本 我就可以取得document跟所有的程式碼 那如果是2.0的話呢 我就可以取得2.0的這個文件跟程式碼 它是link在一起的 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到文件庫的話呢 你oways只有最新的那個版本 那以後如果你們要做產品的開發 或者是你要拿之前的某一個版本出來 然後去做分支跟改版的話 怎麼辦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到 我就可以直接用這個的資料夾 就可以取得所有的AP 資料庫跟引用的元件 就會在一個地方上 這我們剛剛都有介紹過 我們就跳過 好那注意一下 就是所有的檔案 包含到你的config檔 千萬都要把它拿入到版本 包含到你要建置的測試環境 跟production環境的config檔 也要把它放到版本管控裡面 如果你的config檔 沒有放到版本管控裡面的話 你怎麼知道要做哪些的設定 放到production的時候 然後再去做修改嗎 那通常比較容易會出錯 尤其是config檔裡面的設定 會根據不同的項目去做調整 你會很容易的 沒有辦法去控制他們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如果是java的話 各位就我剛剛提到 你一定要有一個ent跟muffin的檔案 你要去做這個監製管理 稍微看一下 因為這個檔內的部分 大家看過的時候 其實大家覺得這是力所當然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java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 可以跑一下給各位看 到目前為止 不知道各位朋友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嗎 今天我沒有會 好 那我們就會在這個環節裡面的時候 這裡面會有我的這個 Java的這個配置的一些內容 這裡面的這個 所有的source code 都有進入到版控 各位看到 我在Java裡面的這個 這個程式碼 都跟fonding server 的這個版控是一起的 而且呢 這裡面的話都會有 change date的一些變號 可以讓你去做判斷 好 那我現在的話呢 把它切換到 仿靜音 server這個地方 這裡面的話 一樣的 我一樣去做監製的腳本 好 這我都做好 做法都跟剛剛一模一樣 那我們就直接去做 Cue的一個動作 好 他就可以去指定 你要在哪 你要在哪一台機器上面 去做Compile的處理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面去做 這個Build的這個監製 他就會在這個地方裡面 去做這個項目的處理 那我可不可以在我這個環境裡面 去做主動的通知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fonding server 的一個Build notification 好 然後去通知說 我有哪一些的Build Build的這個過程是在哪 我可以在這個地方裡面 去做設定 哪一些的server的這個 專案的項目呢 我要去做監控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 No notification的部分呢 跟我的這個團隊的同學 知道說 我這個只要一Build好了 我的測試同學 就可以直接進來 取得最新的版本 放到測試環境裡面 直接去做測試 立即的就可以直接去做通知 好 不過這個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也沒有關係 因為呢 我們都會怎麼做 欸Build好了 好好去 就這樣子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是我們也可以直接在這個 防疫社這裡面的時候 直接去做這個E-mail的通知 我們可以直接在這個團隊裡面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在這個小組的項目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專案的警告 警示 好 我們在project的 而熱的這個地方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設定說 你的這個team build 如果成功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做這個 這個建制的這個通知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讓你去做完成 只要你的這個建制的這個項目 你有去做處理 好 應該選第二個 不好意思 應該選第二個 好 在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去定義說 我只要這個建制完成的時候 那我就用E-mail的方式去做 這個剛剛就建制完了 我就可以立即的去看 是什麼樣子的一些問題 好 那無論是用 IE的方式 或者是用這個 報表的方式 它都是在一個地方可以呈現 好 各位看到用IE的方式其實也是一樣的 而且呢 這裡面的所有的建制的紀錄檔 也都有提供 這是網頁 所以他就是用這個方式來做 他跟你講說 你這裡面到底建制了哪些的項目 做哪些的規則 你可以看得到 花了多少時間 那如果說是在Java這個 在Java的這個界面裡面的話 他也可以在這裡面可以把它展開來 一樣的 他都有 log檔 讓你去做分析跟記錄 好 好 這我們剛剛都有這個特別設定過 可以去做主動通知的一些處理 好 Java的部分的話呢 那如果說Java團隊 要做這個 TeamView的部分的話呢 最主要就是 TeamView的那台Server上面 你得要有 Java的長時間跟相關的元件 然後呢 你得要先把這個 AND檔呢 跟Maven檔把它準備好 那你得必須要在那台Server上面呢 跟那台這個開放文件上面 你得要裝一個 TFS的以Sport Everywhere 而且呢 你還要在聽View Server上面去 裝那個 View的 以Tension Power Tool 好 那這些東西如果都記不得的話呢 沒有關係喔 如果你們團隊想要用Java的這個項目 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方便 這樣子喔 好 那麼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 稍微給各位看一下喔 因為 等一下 我們再繼續再往下 因為時間有限的關係喔 如果說有用 如果你們的交換團隊有JUnit的話 他也可以在這個報告裡面 把它彙整起來 這裡面也都有Support 這裡面可以自己加 好 那 一樣的喔 我們在這個地方裡面說 其實各位要思考的一個點就是說 各位可能會說 訪運Service一個 其實基本上 有遇過很多交換的團隊 就是說比較 沒有很喜歡用 微軟的這個Solution來做 這是 無可厚非的嘛 對不對 就好像這個 這是忠孝信仰的問題 好 那問題就在這個地方喔 每一個東西都有 Open Source可以用 每一個都有 板控 工作單 Bug單 這個所有項目 包含到自動化建制 都有 自動化 就是都有Open Source可以處理 但是呢你們要考慮一下就是說 我如何把這三個東西 把它串在來形 而且是用同一份Report來產出 這個是比較困擾的地方 那 如果你是 通常呢 我們之前在幫客戶 在做導入的時候的話 他們 為了這個 省錢呢 所以呢就是自己硬幹 就是 把自己的Solution全部都抓出來 然後自己去做客製化 然後自己去產出報表 後來呢 他們評估完了之後呢 就過了一兩年吧 然後他們在評估我們的這個東西 他們就換成房子軍Service 全部都是用房子軍Service來做 因為你就不用自己去搞了 就跟我早上在 在講那個 浩劫重生的時候一樣 你就不要重新再去開發 那些東西 你不要自己硬幹 太辛苦了 那接下來的話就說 我們在 在做這個 Gate Check-in的時候 我就剛剛提到 各位就把他想像 你就說 當我在Check-in的這個 這個動作的時候 他效果會像這個樣子 很快速的Demo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我都把它關掉 這個是Talespin OK好吧關掉 好 這邊的話呢 是我的一個另外一個專案 那我在專案這個地方裡面的話呢 我有這個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裡面用的是哪一個的Change Set 那個抱歉 那個 TeamView的這個Policy 那我們在 TeamView的Policy裡面的話 我現在用的這個是 觸發程序 是用Gate Check-in 那只要呢 我的程式碼呢 在Check-in的時候 我就會去做檢查的處理 那我這邊的話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的話呢 我有自動化的測試 我們在自動化測試的這個清單裡面 現實環境是這個樣子的 大家在做測試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所有的測試 全部都亂過一遍 然後呢 我們就覺得沒有問題了嘛 對不對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臨時會發現 有一個很小小的BUG 我們要去做修改 你就改了 改了之後的話呢 你就只改兩行程式碼 你會去做測試嗎 通常是不會啦 在時間很緊迫的情況下的話呢 你改兩行程式碼 你覺得你怎麼可能會把它改錯呢 絕對不會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的時候的話 我們就要讓各位可以看到一下 單元測試 你連單元測試都沒有弱的情況下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控制那個品質是不是OK的 這個時候的第二層把關 就只能放到TimView裡面來做 也就是說 自動化執行測試的這個動作 不是由Program來去出發 是由Server統一的去執行 確保不會有互相修改的問題 好OK 我們現在這裡面看到 所有的項目全部都做完測試了 好 我們確保一下 這東西都有做過測試 有一個是失敗的 那個是故意的 這個不要理他 這個不會影響到我們剛剛的這個動作 因為這個的policy 不在我這個清單裡面 好 做完這個項目之後的話呢 我直接到我這個source code裡面 好 比如說我登錄 好 各位看到一下 程式碼可以Compilot 不代表你的系統是正常的 就像我現在改的這個動作是一樣的 把Fore改成True True改成Fore 也就是說你的登錄的所有機器 全部都會顛倒過來 這個錯誤對我們來講是很明顯 可是呢 在有些時候 那種動態產生的這個policy底下的話 你可能沒有當下發現 OK改完了 你測的這個功能可以walk 你就交鍵 然後呢 放到版本管控裡面 按check in 修改程式碼 這個我都不做了 好 程式碼這裡面確定有一個項目是打勾的 而且呢 我跟我的工作單去做link 兩個是打勾的 好 check in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 我跟你講這裡面的話 他就可以有所有的這個policy 好 我不要改這個 因為這個會檔 他會在第一個關卡檔 這邊的話呢 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說 我現在做的這個policy的部分的話呢 是 就是 只要我的程式碼 在去做測試的時候 我的這個collide tool 記住 我這邊還沒有到防禦線 在collide tool裡面 他會去檢查 你有沒有run過這些的路 這些路 如果你沒有run過的話 他就不讓你check in 這是第一道關卡 就我剛剛講的這個部分 好 那我把它 我把這個我把這個路我先把它拿掉 好 板控 我們這裡面的話呢 會有板門管控的這個控制的項目 這裡面的話呢 會有遷入原則 這裡面的遷入原則 有一個是測試的項目 也就是說我在collide端的這個地方 先擋一層 然後呢 在server上的時候 他做的是第二層的動作 我這個先把它移除 我就先不檢查 好 然後呢 我再做第二次的check in 好 這邊我就直接遷入 好他就可以遷入成功 這個時候的話呢 在遷入這個過程的時候 他就會特別去問你說 你必須在監製的時候 先去做確認 你才可以放到環境社會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有一次的check in 這個的部分是這個樣子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先把它放到這個 割字區裡面放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當你的server view成功了之後 他就會把這個東西commit 放到server上裡面 然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的report裡面的時候 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他正在去做觸發的動作 好 重新整理 他就會在這地方裡面去做 這個建制的出發動作 這是自動做 那我們在這地方裡面的時候 只要你的這個板控裡面的這個項目呢 違反了這個自動化測試的原則 他就會 fail 然後呢 他就不會有新的check out 我們待會可以看到一下那個板控的那個清單 待會等他跑完 他要花一點點的時間 好 那我們先稍微看一下report的部分 他就像這樣子 會有一個report的一個清單 跟你講說 我這裡的測試是fail的 待會會出現一模一樣的這個錯誤的訊息 而且呢 會跟你講說 我這裡認成功率的這個比例是多少 涵蓋率是多少 這裡面的話 完整的都會幫你把它記錄下來 好 那麼做完之後的話呢 這裡面 你就會知道說 如果我這個compile的這個項目 如果fail的話 他就會放到這個割自己裡面 就是說 我們剛剛在做那個板控管控 我們上面不是有個割自己的項目 ABC有沒有 他就會放到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呢 只有Programor自己才看得到 他不會真正進入到板控 你就不用擔心說 我check in的內容是不是會不見 是不會的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做完 我們就會 他就會有 好 然後我們這裡面再去做這個 這個check in的時候 他就會跟你講說 部分是成功的 待會應該會出來 我們把它進入到團隊裡面 他還在做 好 花一點時間 因為我這邊的話呢 就是 會做這個錄影 他錄影跟那個 這個處理是一起的 好 我們繼續再往下看 好 那再接下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面的話呢 我們會有開發環境的branch 然後跟整合環境的branch 然後跟整合環境的branch 有DV跟man裡面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們用到的那個 view的這個policy的話 日後如果你們有這樣子的一些規範 那你們就可以考慮到就是說 上面的部分的話 你們可以用continue的integration 下面的話呢 你們可以可以用那個 gap check in的部分 好 這邊兩邊的policy是不一樣的 上面的話呢 我們用程式碼 需要去做整合 可能有些的功能還沒有寫完 你要先把它進去 讓別人去做引用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呢 當你把這個整合完 這個版本 放到你們這個man裡面的時候 就代表說 這裡面的程式碼 以後是要deliver出去的 這裡面程式碼 必須要經過驗證 這裡面所用到的版本呢 必須都要一致 那我們如何在這個地方裡面去做確認 所以當你這個程式碼 5號這個版本放過來的時候 這裡面這個gate check in的這個機制呢 它就會幫你去做檢查 只要你放過來這個機制 沒有通過所有的測試 它就會昂渡掉 它就不會讓你放到production上面 就不會讓你放到整合環境裡面 你就沒有辦法去做正確的deliver 在這個地方說 關卡就會卡第二個關卡 所以呢 我們再去做關卡卡關的時候的話 SERVER端會有兩段 一段的話呢是在DEV的環境 確認一下大家的程式碼 的compiler的版本是不是一致 第二個關卡就是說 你的程式碼去做deliver的時候 是不是有人偷偷去做修改 又沒有經過這個機制 這邊它會卡第二個關卡 確保就是說 盡量避免人為疏失的一個情況出來 好 那這裡面的話呢 進階後會有一個建置的報表 我們這裡面的話就會包含到 你建置的這個有debug的模式 你會有很多種的這個deliver內容 你都可以在這個report的這個debug 這個項目裡面的時候 可以知道每一天建置的情況 好 那這個是真實的這個客戶的案例 那我們就把它拿來給各位看一下 好 它建置了兩 建置了三周 然後都是 這代表說他們這個 建置的這個周期都還沒有熟練 這個是還比較出奇的一個情況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是我們剛剛在做這個 建置的佔要部分的時候 當你的團隊呢 去做建置的項目 你就會希望說 這個建置裡面 它的這個主態是什麼 用到這個品質的進度是如何 然後你可以知道說 我這裡面的建置 那個測試成功率比例是多少 涵蓋率是多少 然後呢 你的程式的這個修改的行數 你也都可以在這個地方裡面可以來看 因為呢 我們PEN呢 跟我們的這個 那個開發桶呢 你們要跟我們的這個 User或者是老闆講說 哪一個版本可以deliver的時候 你們的依據是什麼 最新的版本deliver出去嗎 如果是最新的版本deliver出去的話 你們就要想一下 就說那個版本 是不是大的改版 還是小的改版 小的改版的話呢 你有沒有經過測試 你有沒有經過驗證 大的改版的話呢 你就會遇到有沒有新的問題進來 這個都是你需要去做考量的 所以呢 當時呢 我們在去做這樣的一個report的時候 我們最後的評估 都不會是把最新的版本deliver給客戶 我們都是把比較中間的版本 比較穩定的版本給客戶 我們寧願把功能比較少 可是比較穩定的項目deliver出去 而不是deliver最新的項目 給我們的User直接去做使用 上線的時候 這個是更是重要 好 那一樣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裡面的這個報表呢 我們就會有所有的這個指標 都可以把放在一起 程式碼的修改的數量 建置的這個次數 跟測試的通過率 他都會在這個地方裡面 幫你去做追蹤 那當然如果說 你們在做那個 就是如果是用open source的話呢 通常他就只會收集到兩個的資源 一個的話就是板共跟建置的資訊 可是呢跟工作單 需求單 測試案例的項目 其實那個部分你要自己另外再去抓 那個資料 因為他都是放到各個不同的report 裡面的 是比較辛苦一點 好 那在接下來就說 因為你們的那個程式碼 可能就會像我這邊的一樣 好這裡面的話就有建置完成了 各位看到這邊建置是fail的 建置fail之後的話呢 他就跟你講說 我這個的評證是不讓你check in進去 好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把它關掉 我們進板控裡面去做驗證 看看剛剛的source code有沒有把它放進去 AP 然後我剛剛修改還是control 針對我剛剛print store manage的部分 看我的這個簽錄的這個清單的記錄 看我的說的history 各位看到一下 最晚的是8月13 我剛剛check in的部分並沒有在這個list裡面 就代表說我剛剛的check in有被undu掉 用這樣的方式各位你們可以很容易去掌控這個品質 但是呢 設定的地方要對 絕對不要把get check in的部分呢 放到你們的開發環境的那個line上面 這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之前 就有這個朋友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做設定了之後 他就會說 為什麼有些東西會突然有 有些東西突然沒有 你就這樣就比較難找 好 那第二在接下來的話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裡面的板控的這個路徑的部分的話呢 各位看到我們的路徑都很深有沒有 都非常多層 然後呢 這這麼多層的情況下的話呢 各位你們就想說 如果把它按照標準的這個路徑放的話呢 他就會放到user的什麼document底下 什麼那一堆路徑裡面 那這個時候以後的話呢 你就會發現到 置串的長度很容易超過256個長度 你要改 那如果以後這個我就整理一次給各位 你們就會在這個地方按屬性 然後呢 根據這個屬性的項目裡面去設定你們的policy 這裡面就會有工作目錄 你們就把它設定成 比如說d冒號啊 c冒號的某一個folder底下 然後其他的都不用動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呢 希望說各位可以看到 我希望今天的部分的話 可以從現在就開始累積 我們剛剛提到的 自動化建制 你們可以 現在呢 只要你們是檔內的團隊 你們就可以直接的去做使用 把你的專案按照剛剛的一個步驟 把它操作一遍 你就能自動產生你們的那個 自動化建制的這個環境出來 不需要做額外的設定 裡面都有現成的template 你不用自己去兜 然後呢 那如果以後你自己的團隊呢 有寫了單元測試 有做了程式碼分析 你有做了這個工作單的這個紀錄之後 它自動會幫你彙整成 那一份報表裡面的這個觀點的資訊 你不用額外做 所以呢 按照順序的話呢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說 自動化建制的部分 各位你們可以先去試試看 看一下有沒有符合你們的開發流程 要符合你們的開發流程 才是有幫助的 第二個的話呢 是你們的傳承比例的部分 你想要知道說你這次的程式碼 修改了哪些的內容 是針對哪些的這個工作單的項目 去做link的話 就是透過這個 握開成的部分 去做link的動作 它就會幫你把 剛剛的程式碼分析的部分 全部都記錄下來 從程式碼 多應到這個 changeset 多應到工作單 正向逆向 它都會去做關聯 如果你要考慮到品質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們是比較care品質的項目 那麼 單元測試跟程式碼分析是 比較簡易的 那這兩個部分的話呢 難易度的項目的話 程式碼分析是最簡單的 你不需要去改任何的項目 你只要把那個 最小安全規則把它打勾 它裡面只會用到 secure injection performance的部分 跟naming rule 這三個 rule 幫你把它放進來 只要有違反 那個 只要有違反 那個secure injection的 它就會 做那個分析的報表給各位看 你不 你不需要去改程式碼 那如果說你們有多餘的時間 然後就像剛剛上一場老師 這個林蔣老師說講的 你們也希望說能縮短自動化測試的時間 單元測試這個部分 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我希望說 稍微整理一下一些方向跟項目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要導入的話 要怎麼做 其實是會比較好的 因為今天比較不好意思 就是上面已經完了 然後我這邊也也完了 導致講到現在 那如果說 各位比較不急的回家 有想要問幾道問題的話 可以留下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麻煩各位 可以去寫那個文件 然後如果你們有想 了解更進階的課程 或者是其他的議題的話 或者是你們對於今天的這項目 有任何的意見 都麻煩各位在那個文件上面 去記錄 那日後的話 我們都會連 可以把這些項目 Bback給我們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那謝謝各位 那 問卷可能再麻煩一下 幫我們點一下 然後 如果說 那個貴公司 對這些solution有興趣 想要導入 你們也可以留在問卷 我們兩個位 也都會在現場